而且是工业级的同名一种 非常容易平坦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做工业专业的 所以起飞机坠机是正常的 因为它不是给业余人用的 也是最近这几年 它在慢慢的向业余的朋友 进行清晰的这种状况 当然它还是专业性比较强 然后呢同时呢 它是因为它是自由的问题 所以呢 它的开放性比较好 而且它是1996年 到今年已经20年了 整整20年 20年时间里它发展不过 当然我选择的这些图呢 如果是短图图 关于图变数的一句 就是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那么默认度是CC BY CC BY SA 4.0的 除了它指定的是Flydear Flydear官方是CC BY Sender Differential 所以可能是不太一样 当然差别是很大的 介绍一下Flydear的一些特性 首先你给它是自由的 当然你会揍着原体 不仅仅是它是揍着原体 不仅仅是它是揍着原体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 是它可以全球 你想往哪儿飞往哪儿飞 你想怎么飞怎么飞 天刀跟鸟飞 当然不仅全球 它也不仅全球 但是不仅全球 但是不仅全球 就是地上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人家 知道我飞的是一个什么航线吗 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相信可能 大家在中学学历史的时候 肯定会学到 就是驼峰航线 从缅甸飞到昆明的驼峰航线 就是什么地方都会飞 那个鸟飞到的地方都会飞 所以是非常让自我 全球都可以飞到 这是它自由人群的特性 第二个特性的就是 FDR 它有一个叫做 飞航动态模组 这是整个Finder 核心的核心 它是整个这套模拟器 它之所以能够真实的 专业的一个基础 就是它有这套飞航的动态模组 它本身贴出几个可用的动态模组 有常用的像YS YS 还有像 这个 GSB 这都是自带的 当然比较专业一些 后面的USA实际上是 更专业的 它对于像飞机在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 尺寸 飞船 就是飞航 这个快速下船的过程中 它产生了这种飞航的 空气动力的特性 是USA的一个特点 也是它比较能够模仿出来的 在这个里面 模拟一下比较成功的像是那种 这种 这种 滑翔机 是比较成功的一点 另外 弗尼尔的最重要一个特性 比如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的真实性 它的真实性非常强 它你可以有真实的地形 真实的框架 所有都是真实的 真实的地理 特性包括真实的程度景观 同时呢 你可以使用真实的天气和气候 比如现在台北是什么样的气候 你在弗尼尔里面 模拟就是什么样的气候 一模是这样 温度湿路 没有一个事 就是和实际不同 包括在天文学策中 什么叫天文学策中 比如说天人与星星的排列 假如说你在天空飞行的过程当中 导航的意表坏 没有人帮你导航的时候 你怎么导航呢 如果是在夜间 你可以盯着星星飞 就如同林柏 第一个跨越大西洋的人 他就是冰人 北极星 来飞一个跨北极星的第一个行线 那么 因为它是开放 自由问题开放 所以它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的开放性 它的开放性 它的开放性中 个人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理念 就是它可以使用开放的价格式 它本身是开放标准 它自身就已经成为开放标准 很多软件会跟它接洽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平台 它的飞行器的模型 也是可以开放的 它里面使用了NASO的一个交关语言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开放自己的 这个是新版 比较新版 新加的一款 就是赛斯纳的182S 也是非常银色的一款 那么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网路 可以在跨广路进行游戏 这也是比较什么的一点 就是你一个人飞 没有意思 对不对 你可以跟更多人一起飞 在同一片天空下 大家一起飞行 是很有意思的 全球 有时候全球会很忙碌 比如像美国的机场 其实是很忙碌的 有时候可能有十几家飞机 在同时进出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在多人飞行的时候 比较有意思的玩法 就是 这是其他的 一个非开愿的就是专original软件 任有软件 没有这个功能 就是可以两个人同时驾驶 下一海 儿银同时驾驶一大飞行 一个人专心复得驾驶 另外一个人 可以专心地 进行导航 或者倒落的 所以很多时候他可能会觉得 propor taper 因为我们如果说可以进行导落 因为有一个人拍了一个YouTube 拍了一个视频 一个人在飞行 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给他念 给他告诉他 哪里飞 哪里飞 每一面的导航数据都是错的 所以他读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说 不行了 我不能受表你了 你这个导航完全是错误的 当然这个不太有 不太好 但是这个例子其实说明大家可以去玩 而且很舒服 另外就是可以用虚拟的空中管制 就是Air Traffic Control 假如我在一个很忙碌的机场 比如在豪园 松山这样的机场 有进场 有出场 我在同时玩的飞 这个飞游很多 那如何去困住这些飞行物呢 就会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进行空中针管制 通过交通管制的方式来更好的令入空域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种玩法 它更加的真实 更于现在的航空业 是进行对接 因为它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 实际上用于产业发展的一种 好了 咱们在讲到弗莱尼尔被做成之前 不妨我们先看一个小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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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L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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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用呢 人家还如如我 屎妖玩输 我可以玩的更高一点 我给自己做一个模拟架势舱 全真模拟架势舱 这是一个全尺寸的模拟架势舱 这个模拟架势舱是基于波威747 400 这么做的 当然这是玩的高阶一点的 当然花费这么高 它里面很多像油门杆啊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从一架废弃的真实的飞机上拆下来的 所以它实际上的花费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穿起这些 或者是苏宝们 普通人家我们普通去玩就好了 其实如果今天只是去玩 那么 并不像 大家想得那么那么复杂的 那么 这一届COSTAG的主题就是什么跨界 所以我们来看看Flandir是如何进行跨界的 在跨界这一点上来说 我认为Flandir是可能让大家跨的有点大的一种感觉 首先说它是可以和数学相关的 因为它是给专业人所使用的 就是它是从公司上给专业人所使用的 所以它跟一些非常数学的关系 这个是Messworks的公司 大家知道它开发了Ventilab 它实际上给Ventilab做了一个Plating 这个Plating就是叫做Aerospace GlowSight 这个东西就是它可以进行飞航模拟 它可以把你飞航模拟里面的数据 直接以数学形式图表展现出来 所以如果有同学在研究所工作 在一起所进行空气动物学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类似的控制学研究 自动控制方面研究的话 是可以使用模拟器进行仿真 类似的有一边很不错的论文 是中国航空学会 我认识一个朋友在航空协会 平时觉得他们可能自己只是吃着喝喝 这种 原来他们竟然写出这么好的论文 这个论文写的真的很不错 我看了文竟然懂得英文 然后英文还写得很深 它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试航性研究的时候 使用这种比较复杂系统 来进行试航研究的一种玩法 这种研究方法是目前为止 国际上非常先进的方法 然后他们又反而进行一种辅助 输出的图形是可以达到非常真实的程度 那么还有一种我也是 就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大林的演讲 是关于无人机的对吧 事实上在2013年 那会儿我也在玩无人机 当时无人机的时候呢 无人机的飞控 我们自己去写无人机飞控 写无人机飞控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飞控怎么去控制 任何我还不知道还是开转的飞控可以用 完全从中开始写 那么这些控制系统我怎么去写 它的背后理论怎么去办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使用了 作为一个模拟的一种 就是参照或者模拟的一种 给我一种 给我一种 一种仿真的一种效果 所以可以进行 均无人机这种三维仿真 这也是一篇论文的名字 这个论文的pdf 大家可以找我 因为刚才MineLab和Messworks 他们公司出版的产品 都是利用的 专用文件 但开源也有 开源的比如说像SquireLab 他们下面的叫SiscoLab 这种开源的插件 这个插件里面 我展示的是 有一个175的朋友 他在制作一个做法 他是使用Venture 和这一套的数据模拟 来模拟自动控制火箭 和FINAN 我知道台湾有的叫OpenRocket 就是开源FINAN的一个下落 其实完全可以使对平台进行 价格在一起 然后可以进行FINAN的 SiscoCore系统的一种 仿真和编程 当然 大家还记得 刚才那个全尺寸的 747的驾驶舱 还记得吧 我一旦把它做成商业化的应用 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向航空业者来推荐 这个是航空业当中 在FINAN用的是比较尖端的 就是飞机师的训练 有一家公司叫做ATC Flexing 这是FINAN用的 它是FINAN用的 就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它下属 它还可以认证的模拟器 这是一个直接的全尺寸的模拟器 真实的模拟器 是在全尺寸的模拟器当中 实体飞行大概500到600小时 再配上1000小时以下 少于1000小时的实体飞行经验 现在可以拿到Private 就是40分钟价值指导 PDR 可以打当这个指导 其实航空业里面 还有很多和民航相关的一些研究 也是学术研究 这个是南京唐作范大学的一个研究 它可以 也是跟航空业者对接嘛 因为它的一个做法是 可以通过PDR进行对机场 进行场面活动的仿真 这个场面活动 是比较难以控制的 因为大家知道 在机场当中 只能是靠塔台 或者地面台 地面台 来控制飞机在地面 到那个点 它可以 如果万一 假如说在空中 在地面当中 这种地面台 它看不到 或者是 比如说 雾霾 这种情况下 它看不到的时候很快 就需要有一种雷达 专用地面缝线雷达 那么这种地面缝线雷达的开发 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的 比如说 著名的特地理费空 就是两架轻轻飞机撞到一起 死楼外的人死 就是因为地面看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很多的专业雷达的处理 虽然Buds 机场都有这种 但是小机上其实没有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像这篇论文面向的是 成都双流机场 那个机场是没有这种地面雷达的 而成都呢 是雨路比较多 低能雷达非常多 这种图带必须依赖于人眼 所以后来决定去做雷达的开发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既然是民航雷 那我可以向民航事故进行重现 大家知道这张图 显示是哪个事故 这比较著名的这次 实际上民航事故当中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飞行员他在飞行过程当中 他看到 和 我们从黑匣里面 就是flank data recorder FDR 或者是CDR Cockets OS recorder 这个黑匣里面 读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 懂吧 就是他不是 他没有办法直接直观看到 你可能看的全都是雷的数 那这种没法直观看到的时候 飞行完就会产生问题 那我 我不是没有 就是我们在分析这种事物的时候 事物分析人员 就会喊到你一些困惑 那 没有办法可视化 我不知道飞行员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他当时做了一些草 就像这个事故一样 明明是二号发动机出现问题 可是飞行安全观错了一号发动机 他为什么会穿这种情况 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为什么会穿这种情况 其实我从飞行会的网站上下载了他的全部 就是整个这个事故的报告 但是很厉害 他没有提过FDR数据 他只有FDR数据图表 于是我只利用这几张图表 在FDR数据图表里进行重现 但是如果他如果能用 给数据对好 那数据可以直接精确重现 所以我利用FDR数据 只能他的图表进行重现 只有一个人操作的图表 非常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我当二号发动机停车顺驾的时候 飞行员极有可能灌错 当然我目标就为了重现 所以我的故意灌错 肯定是故意灌错 整个网上非常非常忙碌 当然最终结果是成功对击 成功模拟了这个坠气的结果 当然最后结果还是不错的 看上去至少看上去还是像那样的 因为我之前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时候 比如到这个时候要么还没有飞到 飞到基隆河就已经坠了 或者飞过了 要么就是它不是向左侧转 它向右侧转 也没有这个效果 现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位置与最新的位置是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飞行员当时出现问题 它在极强高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完全是可以通过FDR进行 识别化的仿真和重现 这对于飞行事物的重现和研究有非常大的作用 既然说到飞行事物的这种研究 我们就不妨看一下其他国家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美国 美国NASA就在研究进行有关飞航事物 或者是避免飞航事物 在正后发生之前 或者是避免这种人力因素的影响 NASA就这么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也用到了FDR 但是我们又找到证据 它的网站都被探索了 不知道它看哪个地方会有 看了几篇报告 这几篇报告里面都有东西提到 所以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说到这里 实际上Fredger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不仅跨界 它更有融通 它把几乎很多我们都熟悉的一些开源的专案 都进行一次集合 首先它的核心程式 它的内心的整个Core核心的程式 里面就用了如此之多的开源的专案 像视觉的可能就是OpenGL TING就是OpenAR 还有NASA 这是它自己开发的一套 交本里面 还有像OpenSeaGraph 其实它也是它自己开发的 现在已经独立传 包括往年的Taxfeater 这些开源东西也用的这种 然后PLAB Glatch 还有QD5 可能都知道 它刚才做一个情细的业练 那么它三维可能要进行建筑 三维建筑 大家可能所有的开源 我平时用PLENDER 我平时用PLENDER 比较多一点 图里面展示的是一架波音的787客机 才是PLENDER这种建筑 当然它建筑不是很精细 你如果更多精细建筑的话 还需要更复杂一点 需要建筑更复杂一点 因为它会增加面数 面数增加会造成GU的负担 然后比如我飞机上的上游行涂装 表面涂装还有地变 还有比如说我机场上涂装的制作 我们就使用Ink和InkState 因为我自己在做文件 所以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因为地形肯定是真实的 那真实的第一数据哪里长 OpenStreetMine 所以很多OpenStreetMine社区的同学 就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你的最终的工作的成果 会转化成实力的效果 这张图展示的是奥迪利著名的城市 InkStateMine社区 是一个很不错的滑雪生地 当然它的机场降落也有一定难度 是十大最难降落的机场之一 InkStateMine社区 景色很美 实际上它就是把OakStateMine社区里面的地形数据 导出转化以后变成了GX 就是地理新星的特点 类似的台湾里面当然也有 用台湾的程序进行过转化 如果你是按照标准 OpenStreetMine OSM的标准进行转化的话 那么所有的情况都不会出现太大偏差 中国大陆会有些偏差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border 就是边界被转成了道路 或者道路被转成了边界 或者本来是一个建筑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湖 就是本来这应该是个建筑 或者这里面下面是个湖 都有这种 比如说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方面竟然会有一个湖 这个湖怎么出现呢 那这个湖区里面 原先的数据 就是本身的原数据有问题 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 那么既然地形有了 那就该相容那些数据了 首先我说它是真实 就是弗雷迪尔的 刚刚咱们看到 它的特性里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真实 对吧 当然真实是一把双刃剑 就是如果在真实 就在弗雷迪尔的模拟里面 见到 当然是好事 可是见不到 你会觉得很湿路 这就是它真实的双刃剑 那么真实数据从哪里来 特别是非行的导方数据 这些数据从哪里来 就是需要使用开放数据的一些标准 包括像天气的信息 因为我用的真实的天气信息 所以这些天气信息 必须是容易获取的 而且是可以数字 数位型的这种天气信息 台湾的中央签牌 它得到的信息是比较不错的 是可以数字化处理的 在中国大陆的信息 很多不是数字化 它是一种文本 不就已经文本处理 或者是甚至是CMW 所以现在还是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非行导方数据 这是真实的导方数据 这就是AIP AIP就是行情资料汇编 缩写 有一个比较全球知名的是 OpenIP 这是开放的 OpenIP 它主要面向的是北美和欧洲 台湾大陆的 在台湾也有一个EIP 就是电子化的AIP 中国大陆早先是可以免费下载EIP的 然后从去年开始 不能免费下来 必须实名注册 要不爽 当然现在也有人私自 从渠道下来下来 然后在网上公开 本来这应该是公开出来的数据 右边这张图展示的是 桃园机场05又跑道的 一个以表进场图 这张在座的人 可能90%是看不到 稍微做过一些这方面 学习过以后 并不是一个很难懂的一个进场图 空间还有很多地方 又是中文 所以一切起来并不是太复杂了 那么咱们这次Cose Hub 它的主题是传承和扎根 我们接着探访 福来地儿的一个项目 它是主要进行传承 首先 二十年以前 1996年 这位人 David Moore 他开发了第一个班 他说他没有开发第一个班 他只提出了 这个项目的最开始的一个计划 它写这个Proposal 网站人家可以看到这块工作 写得相当不错 但是 这个提出归提出 并没有直接开发 后来1997年 开发出第一个班 是基于NASA 一个现有的 一个模拟器 就是RYRC 这个RYRC 是做什么呢 是给模型飞机使用的 给小飞机使用 它如果把一个小飞机使用的 这种模拟器 转变成一个可以配大飞机 就是真实的场景使用 这是它一个重要的贡献 这在1997年发生 然后再之后 1996年的时候 有一个第一个版本 它这个主要是 就是第二个版本 实出 十年以后 2007年 它就主要一项的版本 实出 然后2010年 它二项的版本 它变化很慢 从2010年以后 它稍微加快一点速度 但是还没有很快 从今年开始 就是FLADIER 开始玩版本地了 就是三个月一发布版本 可以看到 二月发布是第一个版本 然后五月 九月马上一发布 实际上应该是八月该发布 二月发布是旧金山 这个完整时间 旧金山 实际上它的默认期场 是旧金山 你默认期的期场是旧金山 但是你可以随便改 改了三项也无所谓 它就是 如果你没有得出 可能默认的机场 就是旧金山 第二个版本是 巴西罗娜 西班牙非常漂亮的城市 城市也漂亮 一个机场 真是拟征度非常高 包括周边的那些 湖啊 还有这个 一些工业盛事也拟征度非常好 第三版本 马上即将发布的版本 是旅游乐内容 就是旅游乐会 旅游乐会 本来应该8月18号 就是周四 这周四也在发布 但是很遗憾 因为有很多一些小问题 负责理 最后只要拖延到9月份 这是我从DIT 直接编辑出来看到的结果 就是马上即将发布的 2016.3 这个版本 李游乐内容的版本 可以看到它的真实性非常好 这是李游乐内容的著名的场景 著名英文华的像 然后这个是哪里呢 是马拉卡纳清场 就是李游乐会的开幕式 和闭幕式主要清场 但是 它不真实 当然我刚才说了 真实是一把双眼睛 有 当然好好画 可是没有 或者它真实差距太大了 就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这是我们马拉卡 马拉卡纳清场 是圆形的 这里面为什么是举行 这个差的有点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不太爽 所以它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希望它能够在下一个版本 试出之前能够解决 关于这个项目 其实我也做过一些贡献 贡献并不多 因为我几年前一直在玩 当作游戏来搞的 然后呢 做了一些本机化的推广 比如在北京一些活动 别人都要干 是Coding的 我就去玩这个 打电话 好玩啊 打电话去学 另外就是在面向一些专有的 可能有些人会玩过 比如Nexop的Flight Simulator 可能玩过这个 或者玩过X-Plane 或者什么 刚才Iros说的那个 ATC3 可能都有玩过 我会再向这些社群的成员 向这些社群的朋友去推荐 很多人都会有拉到这个Flight Simulator 大家会玩起来很舒服 另外还做了一些重要的 就是说 撰显一些这些教程 因为很多人都说嘛 太真实了 你人行太好了 所以起飞就坠机 不能让很多人 你没有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 不能让他感觉起飞就坠机 那很痛苦吧 所以 有一些教程 还有一些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的地形啊 他机场差异比较大 他做的实在是真实实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就花了些时间去整理 现在目标是先把首都机场整理出来 现在首都机场地点建设的机场已经做完了 然后再做一些3D建设 重新进行规划 再做这些工作 当然都是你事件 本来说玩嘛 然后香港那区的机场呢 做的比较好 真实性非常强 但是这里小话呢 我再花一些时间修一下这个话 然后呢 正在还打算做一些事情 就是要建立一个本地的再地化的社群 像是在北京啊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建立起这样一种 大家一起来做开转飞行这种社群 我们哪怕只是去玩 对吧 不去把它当做一种很专业的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去做的工作 我们毕竟是一种业余嘛 其实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文档 对吧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把官方手册翻译了 现在你能够在 如果你下载这个软件 无论是Windows Linux 还是MacOS 你都可以在它的主目录下 找到一个叫做 getstart slash zh 就是中文版的 trendear的手册 看完手册 把里面的飞行较长 从头到尾学习一遍 我保证你不会起飞就追击了 如果你需要手把手的交 我也可以交了 前提是可能 不关于我时间的话 肯定会说完了交 getstart 这个文档 现在已经是全中文化 但是现在目前只有间谨中文版 反体中文版的话 正体中文版暂时还没有 如果有哪个朋友愿意帮忙玩的话 可以帮忙把它翻译 简单处理成正体中文就可以 并不复杂 当然可能宣布多些校对的工作 然后如果你愿意帮忙一块翻译 或者是校对 也欢迎 并不是很复杂 然后翻译者实际上 需要很多人来参与 大家可以去做截图 screenshot 因为你更多的screenshot 宣传出这么多的人 你还可以像刚才那个视频一样 去录制一些video 还可以去做一些文档的工作 比如我在做文档的撰写和翻译 如果你愿意去做一些编码 或者是森尼键模仿的工作 你也可以去做机场建模 或者是对这种恒来的物件改造 都是可以 地形的整饰也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可能是复杂一点 但是如果你对C++的编程 或者是这方面更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对核心体型开发 对核心体型完善 那么可以做一些工作 你把它真实感情提高 这个场景大家认识吗 这是花莲的清水断崖 真实感其实已经很强了 对不对 但是蘇花公路在哪里 蘇花公路还有一个隧道 没有 在水里 为什么在水里呢 这可能是因为它导入数据的时候的差异 所以结果就是蘇花公路在水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这都可以去改造 然后还可以去完善那些机场 比如像左边这个机场 是台中的机场 台中的机场跑道 可能没有人不太清理 已经杂草丛生了 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工作的 右边是哪里呢 是松山机场 为什么有横转轮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有缺点都是大家去完善的工作 其实还有很多 事实上台湾有没有人在做呢 当然有 也还是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做一些 肯定有人会喜欢坐航空公司的 某航空公司的飞机吧 对吧 可能有人喜欢华航 有人喜欢昌龙 有人喜欢什么 网纳行都可以不所谓 但是你喜欢你的航空公司的飞机 你也要去做这个塗装 有些塗装你就去玩 对吧 我就花了时间把Costum的这个 稍微设计一下 其实设计有个复杂 都是已经既有的这些元素 都是从网站上的 在GitHub 或者Costum的里面 会比较简单地借我的元素 效果比较有意思 对吧 可以做一个机队 当然你可以从这里下载到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Source的文件 你用Gimp 或者是Excape 就可以下载到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比较少事儿 那么本定化的设计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这样推广可以用文档先行 你还没有推广的时候 文档必须要先把文档做出来 你有文档才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因为像这种专业的飞航文件 如果 尤其初学者 这起飞击水机 这种实在是太阳的痛苦 这种人必须在有文档 顺利手把手去交 实际上呢 台湾有人在写这个基础文档 可以去看这个网址里面 它就已经在写 告诉大家 那如果从最基本的 赛斯纳172飞机开始 从起飞、滑行、架落过来 确实有人在写 当然它没有在写完 另外一些 就是我可以和其他的一些 开轮的 效果的社群和合在一起 比如说 Ox3 Map的社群在活动 不管可以参加 告诉他们 你如何如何去完善 这些东西 这样使得在Flandia里面的 这些地球数据更加真实 我可以让它去做这些工作 这是完全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更多合作 当然你说我存在这里面 和它是不相关的 可不可以 当然你要参加也可以 但是你向一帮做数据部的人 推荐非常容易进 好像不是太合适 对吧 所以就找一些相关的这种社群 所以呢 到这里 基本上来说 这样一个做一个很好的项目 你愿意业于去做也可以 愿意把它当作一种 如果你是做航空业 或者是相关的 这种研究所工作的同学 这种专业去做也可以 总之 其实我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参加 既可以当作一种乐趣 也可以当作一种事业 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追求也可以 或者是仅仅只是作为一种 just for fun 我们自己去玩也可以 作为更好的一种 作为更好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 景点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 好了 感谢大家搭乘Costcom航班 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 祝大家在以后的开放轮马的事业中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 飞弹或者是可以的 但是你只能击中飞机 不能击路 当然你也可以修改人 太远了 修改人可以实现击路的东西 看来晚上BOA浮可以有一滑 怎么把机长打下来 好可怕 好那我们再次热练掌声 谢谢同会带来这么精彩的 大家会有两个 好一个是跟刚才一样 接下来的4点15分 4点15分 我们会结束完conference的投票跟投稿 所以请把握时间 去票选出你想要记得议程 或者记得同归的人上 你回忆下来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的Lighting Talk 闪电秀的议程已经抽出来了 详情请看host.com的Vlog OK 那就谢谢大家 参加Ring 这场Session 下一场Session 会在主持早后开始 谢谢